《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尼泊尔驻华大使比神努施雷斯塔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表示 中尼跨境铁路是尼泊尔的需要梦想和通往繁荣的道路 并可能成为该国的世纪项目 印度不会也不应否定中尼跨境铁路项目 因为印度和南亚地区也将从该项目中受益 他同时表示 认为该项目可能使尼泊尔陷入债务陷阱的论条是在转播错误资讯和制造噪音 8月初尼泊尔的乌帕政府外场卡德加首次访华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月11日介绍 在此前一天中国国务委员兼外场王毅和卡德加的会谈中 两国外场一致表示将构建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王毅宣布中方将使用对尼原款支援中尼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 并将在年内派专家赴尼开展他刊 中尼铁路提案始于2016年 当时尼泊尔总理奥利访华与中国签署了十项协议 其中包括两国间建设铁路的计划 2018年6月 中尼政府签署跨境铁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连接西藏日喀泽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据媒体报道 印度对尼泊尔与中国签署铁路协议感到不满 但是尼泊尔领导人强调 对于尼泊尔这样的内陆国家 采取贸易多样化是正确的选择 有外媒分析认为 此前印度曾多次在没有正式宣布的情况下 对尼泊尔实施为期数月的经济封锁 中尼跨境铁路建成后 尼泊尔若在受封锁 可使用中国海港与陆港 此外 由于2019年 尼泊尔曾确定铁路采用和中国一样的标准轨矩 而非印度的宽轨 令印度铁路外交受挫 印度部分舆论 也因此炒作该铁路对印度构成威胁 对此 施雷斯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自己认为 印度不会也不应否定 中尼跨境铁路项目 如果他们载细研究一下 就将发现印度河南亚地区 也将从这个项目中受益 这条铁路将实现 中国和南亚之间巨大的互联互通潜力 尼泊尔的经济基础是农业 我希望在我当大使的任期内 推动尼泊尔学到中国更多农业技术 并吸引中国在尼泊尔投资 设立更多制造工厂